勤奋是成功之母 也会带来好运 继续来看这位高炳师傅也很勤奋 让老店起死回生 翻转自己的人生 他从父亲手上介绍高炳店已经是第三代 曾经为台湾籍英卡巴时代 赚钱如水流一样容易 但也曾遭遇经济衰退困境 他早晚都去市场摆摊 维持店面营运 他说那段时期他战战兢兢 每天都不敢去睡觉 只坐在沙发上休息 凭着一股摩林苏的精神奋战到底 也将这精神融入高炳里 研发新口味 参加比赛 获得了最高殊荣 稳住父亲传给他的家业 一大早餅店二楼的厨房早已全员就绪 大伙各司其职忙碌着 饼店头家黄振船搅拌机里正在做的是 加紧面粉 奶油 水和糖的饼皮面料 做好的饼皮面料软绵沉重 今年64岁的黄振船 产起面料是驾轻就熟 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备料 黄振船四十年如一日 从不偷懒 因为做饼是他的工作 也是置业 对黄振船而言 人生真的是一连串的突破过程 黄振船正在准备的 是他的人生最佳写照 汉饼无人酥 饼里最重要的材料 提味用的饼皮 香味独特 半径饼里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但是要加这一味可不容易 因为一定要用手工切 也因为饼非常黏 用剪刀剪手指就剖皮 黄师傅中指上就留着长年剪 即使这样 到今天黄师傅还是坚持酥饼里 要放饼这一股枣味 就是坚持给顾客最好的味道 才让黄师傅在汉饼有一席之地 黄振船小石家中开杂货铺煎制饼 国中毕业后就拜师学做西点面包 其实是因为家贫 小时候比较没有东西吃 看到面包都会流口水 做这样一定有得吃 最基本的做西点面包一定有吃 所以去学西点面包一定不会饿肚子 想吃的欲望变成动力 年轻时就到外面拜师学做西点 还遇到贵人提西 民国七十年代就在台北知名饭店 和香港师傅学做新颖的广式月饼 那师傅都是从端午节隔天就从香港过来 那边住进饭店 然后在那边做广式月饼 所以我去那边就是在技术都是在那边寻找的 结合传统台式芝麻和饼的外皮 与广式月饼内馅做法 混合了核桃 葡萄 冬瓜糖 与吉饼的五人酥 让它在2006年时一举夺得台北献饼殊荣 饼店也跟着翻红 但是在得奖前其实是正处于事业的一朝 民国七十年代黄振传的饼店 开在人口密集的工业区 卖的是多样化的面包洗饼 面包一天出炉三次 赚的是台湾生产的肉精 因为这后面有一个工业区 然后它这里的人很多 就是早上有早班 然后晚上还有小夜班 所以我们以前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里晚上就是十一点还要出炉面包 我短午前我就做肉粽 然后如果说过年的时候 我就做那个尾鸦 就做那个挂包 所以那时候的生意是非常好做 赶上了台湾经济起飞 但到了八零年代后期 产业蹊径 工厂外移 生意开始一落千丈 乌漏偏逢连夜雨 接着遇到了倒汇蜂巢 那时候有资金嘛 我们就跟嘛 跟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大家好朋友 混下去 但是要去飙的时候 都是飙不到 飙不到也没办法 这个倒汇也是倒汇的风潮 不是这边倒就是那边倒 也是倒了五咖 倒了五咖 真的那时候 真的一块钱都倒掉了 两千年开始 夫妻俩为了钱 蜡烛两头烧 开着车载着面包 到市场凭现金 天一亮 就跟店妹小姐去市场去变卖 卖到中午回来 回来再休息一下子 晚上下午五点的时候 还要到房门市场再去卖第二胎 我记得我那时候 可能大概将近一年 我每天都不敢去睡觉 我都坐在沙发 这样的生活押着夫妻神经紧绷 所以今天收拾这个名材 就是要给这个费款 最后的费款 一天要给她 三天要给五万的费 她说你三天来 一百要费五万 我们就去菜市场拼拼 三天要这五万就费她 生活虽辛苦 但是太太卢美月 从没有想过要放弃 只是想起过去难免心伤 遇到南光的时候 不要放弃 人家说 什么上帝关了这一扇门 一定会再 对 刷上蛋黄的酥饼 金黄饱满 看起来就像闪亮亮的希望 夫妻的时间不久 上帝也真的为两夫妻 开了一扇窗 然后刚好高饼工会的李市长 也是做了一个新北市伴手里的选拔 然后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个比赛 煎好的五人酥饼还要再翻面 就像成功的道路还需要再经过磨练 本以为凭借着竞赛能开创另一片商机 却因为当时规定 需赠送两千个饼出去试吃 在本就不宽育的情况下 黄振船曾经一度想放弃 后来是抱着拼了的心态 拨一个出路 却也真的让他看到了希望 反正两千个拼也会拼 结果算是对的 对的也是很高兴 有时候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居然好像老家 也在兼顾我们 所以我得了奖 真的是感谢大家 做好的五人酥 口感细致 外皮有酥脆芝麻 内包丰富果干 软棉内馅甜而不腻 会取名五人酥是由老板娘 卢美月发想的 因为谐音误认输 那我们要去比赛 我们要有这种精神 所以我想说误认输 那我觉得还不错 五人酥获得台北馅饼殊荣之后 老店转型专做汉饼 包进鸭蛋黄 麻吉 肉松与红豆泥的 是古早的鸳鸯酥饼 缩小变成麻吉酥 做成伴手礼是老店的贴心举动 不要说以前是订婚 才可以吃到大饼 大饼还要切 现在如果你说小的话 一个人手刚好 一块刚好吃完 这样东西又保存得比较好 吃起来又有新鲜感 可以随身攜带 圆圆可爱的麻吉酥 金黄外皮 黄橙油亮 包的内馅滋味咸甜 口感丰富 做人的坚持 不管是在人参 或是在饼上 都可以看得到 剩锅片 剩东西 一定要比别人好 所以我原料在鲜的食材方面 一定要是最好的 最有信用 我用起来最好我才用 所以我品牌 反正我的原料 一定要比别人好 老店努力拼转型 黄正船还是不服输 为了让老店有新创意 几年前夫妻俩还发明 北海道奶酪酥 结合台式绿豆碰 和日式和果子的外观 把雪国回忆也带进台湾 我们在北海道 看到这种雪在飘的时候 就想到说 我们北海道多东西 我们如果做一个东西 上面可以撒一些 比如说那种绿豆粉 就像那种北海道 在飘雪的感觉 现在老店翻转成功 黄正船不自傲 他感谢老天爷 给他一个机会 能好好做下去 所以我每一堆做的参业 我们有感恩的心 就是说 感谢在公平 感谢大家有这么好的 我们有这个 有法度 今天有法度 我算是还心 所以我做的参业 我算是很感谢的心来做 老店不服输 继续拼下去 一样能找到机会 创造新局 创意加创新 让路更宽更广 稍后来看 这位纸糊匠 已经第四代 也无敌 坚持传统手工制作 名略国宝殊荣 但也不忘创新 发展庙会 装置艺术 稳住老店 农历七月普渡 供奉的大事爷 全台超过一半 出自他们之手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工不适合 我们是一辈子的工 好几代的工 过来也是一直在进化 是啊 我现在唯一的嗜好 就是我要研发 我这个玩了 我想要做的就是新产品 我想要做的我就去研发 就这样